Smart 2015 Smart 2015 Smart 2015 Smart Convention其實今年也第八年 我們最初成立一個目標 就是怎樣將運動醫學一些臨床科學的理論 能夠實踐出來 鼓勵全香港的市民 都可以用運動提升自己的健康 這就是唯一的目標 那是否可以在30分鐘內 所消耗的150個態度 還是在10分鐘內消耗呢 答案是可以的 讓不同運動興趣的朋友 都可以在運動醫學和運動科學的知識 裡面都有一個得著 很多人以為呢 你可以解決筒症 你可以將肌肉筋的東西 抬走 但是我們想今天告訴你 有時候呢 很多問題呢 不只是肌肉 今天都有很多不同的專題的講座和展覽 當中也帶了很多外國的新的科技 一些運動醫療的福康器材 去到香港那裡 她是提倡全民參與 所以我覺得這個活動非常的有心意 然後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個醒成的瑜伽了 做完了之後真的是非常的靜 試一下利用盆骨的力 可不可以用它來停起 希望接下來都會多一些相類似的活動 可以宣揚一下運動醫學的重要性 給這個大眾 你一定要身體靈魂 走出一步做一點書籍 運動是對身體有益 但是也會受傷 踢得很高的時候呢 這一腳 肌肉扯得太厲害 扯開了 就是手肘外面 像是手肘位置 如果追監管過度受壓就會提早退化了 而運動按摩其實是一種治療 就講一下核心肌群在球場的時候 怎樣鍛鍊和運用 它可以將我們的身體 放在一個最好的狀態 我們身體出的力 就可以直接傳到四肢 首先不要受傷 第二是更加可以令到我們 減少受傷的機會 都累的 都累的 對 客氣多了 還要累的 除了累的 除了累的 那在哪裡震 肌肉 大腿 沒錯 因為你沒有落到 這個寶貝尼歐袋 其實是其中一個核心訓練 當中最高級的訓練 但做熱身 我們就是避免 我們做運動的時候 有些古怪的動作出現 所以我們盡量 做熱身的時候 都做一些比較 準備好 他會受傷的動作 可以讓人正式 可以認識到運動 復康是什麼 其實在香港 其實比較缺乏少許 我覺得對於教練來說 或者是一些 是對運動有興趣的人士 是非常之有幫助的 很高興看到很多職員 他們都很有興趣 用一個Active的Approach 用Bilates exercise 去處理自己的腰背痛 原來營養都非常之厲害 因為可以幫我們提升運動表現 甚至可以幫我們維持生命 維持健康很重要的元素 很感受到整個運動的氣氛 和大家都是很關切健康的 所以希望下一年都繼續舉辦成功 活學活用 學好運動醫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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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